好我们现在开始学习第二节生产企业出口退税 一些常见的特殊事项的申报系统的操作方法 首先来看第一个新办企业备案 新办企业备案 就是说我们这个企业 无论你是老企业还是新成立的企业 只要是首次办理出口退税 都需要办理企业备案 那企业备案可以登录电子税务局 登录电子税务局 在电子税务局的我要办税出口退税管理 出口退免税企业资格信息报告 出口退免税备案 然后在这个出口退免税备案这个模块呢 来做我们这个企业的备案信息 好我们点击出口退免税备案 这里呢就有出口退免税备案的这个流程 第一步是明细数据采集 第二步是数据申报 第三步是申报结果查询 好首先来看第一步明细数据采集 点击明细数据采集 然后呢就会让我们录入出口退免税备案申请表 那因为电子税务局呢他是实名认证的 所以呢没有办法给大家在线的来演示 但是呢我们可以在生产企业离线出口退税申报软件当中呢 给大家来演示 因为他们这个录入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 只不过呢一个是在这个离线出口退税申报软件当中呢 录入一个呢是在这个电子税务局录入 但是内容都是一致的 好我们在这个离线出口退税申报软件当中呢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点击增加 申请日期系统自动生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者是纳税人识别号 那这里如果是多证合一的用户呢 这个这里就录入营业执照上的那个18位的社会信用代码 然后如果不是多证合一的用户呢 就是录入15位的那个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名称海关企业代码 海关企业代码同样如果是多证合一的用户呢 就是录入18位的社会信用代码 如果不是多证合一的用户呢 就是录入这下面有个说明 就是录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上面的那个10位的海关企业代码 然后再看对外贸易经济被案登记表编号 那这里呢 也有个也有个说明 那如果是多证合一的用户呢 就是录入的是18位的社会信用代码 那如果不是多证合一的用户呢 就是录入的是对外贸易经济被案登记表上面的那个编号 企业类型 那我们是生产企业的出口退税 那么就选择生产企业 那如果是内资生产企业就选择第一项 如果是外资生产企业就选择第二项 如果是外资投资生产企业就选择第二项 退税开户银行和退税开户银行账号 那这两个呢 是录入企业在税务登记的时候 在税务局留存的那个银行账号和银行名称 那这里的这个银行账号和银行名称 就是我们如果是有退税的时候 退税款呢 就打到这个银行账号当中 这里录入一下 出口退税账户是否办理脱管贷款业务 那么就是我们有没有就是以这个出口退税账户呢 办理的这个托管业务 托管贷款业务 那么如果有这个业务呢 就选择是 如果没有呢 就选择否 办理退免税人员的姓名 这里就根据企业实际情况 选择 然后生甄号码 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录入 退免税计算方法 生产企业就选择第一个免顶退税 然后外贸企业就选择免退税 师傅提供零税率应税服务 好我们来看一下零税率应税服务包含哪些 包含第一个国际运输服务 第二个行贴运输服务 第三个向境外单位提供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下列服务 首先来看第一个国际运输服务 国际运输服务就是说我们境内的单位呢 我们运输人或者货物到境外 或者是呢 从境外运输到境内 或者是干脆是在境外发生的这个运 发生这个运输 好我们选择这个国际运输服务 这里呢还会让我们选择运输方式代码 运输方式代码呢这里是可以单选或者多选的 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来选择哈 再看第二项航贴 再看第二项航贴运输 航贴运输呢 它不是说是这个航空运输 航空运输航空运输是包含航贴运输的 这个航贴运输是指把人或者是货物就是运输到外太空运输到国际空间站 那我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是很少能接触到的 再看第三个 向境外单位提供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下列时下列服务 那我们看一下具体有哪些服务呢 总共是13项 总共是13项 就分别是研发服务了 合同能源管理服务 设计服务 广播影视节目 作品的制作服务 广播影视节目 作品的发行服务 软件服务等等等等 总共是13项 那么只有这13项的服务 只有出口这13项的服务呢 才才有退税 那么如果出口不是这13项服务 比如说是向国外提供一个咨询服务 那这样的情况呢 是是没有退税的 只能是免税 只有这13项服务是退税的 其他的即使你出口也不是退税 而是说是这个免税 那我们就根据我们企业的实际情况来选择 那这里呢 也是可以单选或者是多选的 再看一下 市府中税区市点一般纳税人 那这里呢 也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 是就选市 否就选否 享受增值税优惠政策 那政治税优惠政策有歇征后退 急征急退 超税负 超税负返还 像这个歇征后退 急征急退 都说是我们就是歇把税务局呢 歇把这些税呢 歇 歇征收 歇征收这些税 然后呢 在符合一定的条件之后呢 再退还给企业 比如说我们这个 软件产品了 动漫产品了 或者是那个残疾人 就是或者是有这个残疾人的这个企业 安置残疾人的企业 都是可以享受这个急征急退的 那我们就根据我们企业自己的情况来选择 退税管理类型 这里退税管理类型 也是可以单选或者多选的 比如说是练民生产企业呢 就选择练民生产企业 那如果是无纸化企业就选择无纸化企业 或者是企运港退税 或者是融资租赁 就根据我们的情况 根据我们企业的实际情况来选择 好 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备案的这些内容 录入完之后呢就直接点击保存 好 这样呢我们第一步 明信数据采集呢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再看第二步数据申报 点击数据申报 然后点击生成申报数据 然后就会提示 就会根据提示就会生成一个.xml文件 就会生成一个.xml文件 然后我们勾选这个生成的文件 再点击正式申报 就可以把生成的文件上传到税务局 税务局呢再进行审核 同样呢勾选这个生成的文件 也可以呢再点击打印报表下载 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出口退税备案 可以把我们这个出口退税备案表呢 下载到电脑当中 就以Excel或者是PDF的这个格式呢 下载到电脑当中 然后呢再进行打印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如果是我们刚才录入的这个 刚才录入的这个备案 备案申请表的当中的内容 如果发生了变更 这时候呢就需要录入备案备更申请表 那备案备更申请表呢 也是在这个出口退税管理模块 然后出口退免税备案备更在线申报 同样也是分为三步 第一步是明细数据采集 第二步是数据申报 第三步是申报结果查询 然后我们点击明细数据采集 然后点击新建 出现这个出口退免税备案备更申请表 因为就是我们哪些项目发生了变更 然后我们就在这里录入就可以了 这个比较简单就不详细的讲了 然后再看明细数据采集完之后 就点击第二步数据申报 点击数据申报 然后生成申报数据 弹出这个对话框 然后点击确认 就会生成.xml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再勾学 勾选生成的文件 再点击正式申报 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问我们说是确定要正式申报吗 点击确认 这样子我们的备案变更的申报数据 就上传到税务局 税务局就进行审核 同样我们在数据申报当中 点击我们勾选生成的申报数据 然后点击打印报表下载就可以下载到电脑当中 就是以Excel或者是PDF的格式下载到电脑当中 然后我们再进行打印 最后在第三步申报结果查询 可以查询申报数据的状态 那如果是显示审核失败 那么就是没有通过税务局的审核 再根据税务局的要求 我们再重新的修改 重新的上传 然后税务局呢 再进行审核 然后直到这个审核状态 审核状态显示为审核成功 就说明税务局已经通过了我们这个申报数据的这个申报 好再看第二项企业撤回申报数据 企业撤回申报数据 就是说我们企业申报的这个申报数据 通过正式申报已经上传到税务局 税务局呢还没有审核完成 这个时候呢 如果发生 如果发生需要修改的事项 如果发生需要修改的事项 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企业撤回申报数据 申请就需要遇到用到企业撤回申报数据申请 那企业撤回申报数据申请呢 是在这个出口退免税申报企业撤回申报数据申请再现版 在这个模块当中呢 录入 那么点击企业撤回申报数据申请再现版 这里呢 也是我们这个撤回申报数据申请表的流程 第一步是明细数据采集 第二步是数据申报 第三步是申报结果查询 然后点击明细数据采集 然后再点击新件 弹出这个对话框 像这个基本信息 就是所属期 申报序号 申报批次 这都是系统自动生成的 那么我们这里在撤回原因呢 就选择这个有个向下的三角形 就是点这个向下三角形呢 就可以选择企业撤回的这个撤回原因 撤回原因呢 就选择申报错误申请撤回 然后呢 在这个申请撤回的原申报业务类型呢 选择免底退税申报 在申请撤回的原申报年月 录入这里应该有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对话框 只是被这个 被这个下拉的这个内容挡住了 这里应该也有这么一个对话框 申请撤回的原申报年月 比如说就是2020年10月所属区所属期的数据呢 我们需要修改 那这里呢 就是录入202010 就录入这个202010这个所属期 那申请撤回的原申报批次 录入 比如说就是第一批次需要撤回 就是录入001 剩下这些内容呢 都不需要再不需要再录入了 然后点击保存就可以了 那如果我们就是想放弃一个报关单的退税 这个时候呢 也是需要有申请的 那这个申请呢 同样是在这个期撤回申报数据申请表 在这里边呢 来录入这个放弃退免税的申请 只是这个时候呢 申请撤回的原因呢 就是录入的是那个申请撤回的原因呢 在这个下拉的借头 点击下拉的借头之后呢 我们就会选择放弃退免税 然后选择放弃退免税之后 像申请撤回的原申报业务类型 也同样是选择免税退税申请撤回的原申报年月 然后原申报序号这些呢都必须要录入 因为既然你要放弃这个退税 那么就是关于这个报关单的详细的信息呢 我们都需要详细的去录入 好 我们再看录入完明细数据之后呢 好 我们再看录入完明细数据之后呢 我们就要进行第二步 数据申报 那点击数据申报 然后生成申报数据 这时候呢 根据提示就会生成一个 就会生成一个XML的这个文件 就会生成XML这个申报数据 这个时候我们点击这个 选择这里 打个勾 然后再点击正式申报 就可以把这个申报数据呢 上传到税务局 然后税务局呢 进行审核 同样勾选这个申报数据 点击打印报表下载 也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申报数据呢 以PDF或者Excel的形式呢 下载到电脑当中呢 进行打印 上传到税务局之后 税务局进行审核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第三步 申报结果查询 来查询一下税务局的审核状态 那审核状态是审核成功之后 那说明税务局呢 就审核通过了 我们企业这个撤回申报数据申请 税务局审核通过了企业撤回申报数据申请之后 税务局才可以对我们原有的申报数据作废 那么税务局作废了我们原有的申报数据之后 企业才可以重新上传新的修改后的申报数据 必须是税务局作废了我们的原申报数据之后 企业才可以重新的上传修改后的那个申报数据 好再看最后一项 如果我们企业发生退运 那发生退运该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企业发生退运 是需要到税务局来办理这个出口货物 退运以补税未退税证明 那么办理这个出口货物 退运以补税未退税证明呢 只需要到这个电子税务局 我要办税 然后证明开具 就是这个证明开具 开具出口退免税证明 出口货物退运以补税未退税证明开局 需要在这个模块呢 来办理我们这个退运证明 点击出口货物 点击出口货物退运以补税 未退税证明开具 这里呢 同样是由我们的这个流程 第一步是明细数据采集 第二步是证明申请 那这个证明申请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数据申报 第三步是申报结果查询 首先点击第一步 明细数据采集 然后点击新建 谈出这个对话框 因为电子税务局是实名登记的嘛 所以不能再谢的来给大家演示 那么我们先以截图的方式给大家讲解一下 然后呢一会儿呢再到那个离谢版申报系统当中呢 再给大家详细的操作一遍 就是内容都是完全一致的 只不过是一个是在离谢版当中呢 录入信息 一个呢是在电子税务局来录入的信息 首先我们以截图的方式来讲解一下 这个出口货物一补 未退税证明的这个录入方法 首先第一个基本信息 像所属期批次序号编号 这都是自动生成的 都是系统自动生成的 然后编号是唯一的 然后编号下面还有个向号 向号呢是跟着编号来的 然后如果编号 比如说这个现在是03 然后如果编号变成04 那么向号呢就要从01再重新开始排序 这向号呢是跟着编号来的 好再看这个口按代码 口按代码呢就是 根据那个曝光单上的信息贴写就可以 曝光单上面有这个口按代码 然后口按名称 我们录入的口按代码 口按名称呢也就自动的代出 那曝光单号就是我们发生退运的这个 比如说就是我们这个曝光单上的第一项发生的退运 曝光单号呢就是发生退运的这个曝光单的18位海关编号 加上分割符0 就是直接录入个0 然后加两位向号 两位向号就是这里向号1 那1呢就是录入01 那如果是第二项发生退运 那我们就录入02 那这里呢是说第一项热风散 散热风散呢发生退运 退运的时台 那这里就录入01就可以了 这个曝光单这里呢就录入那个18位的海关编号加分割符0 加两位向号就是那个01就可以了 税种就是增值税 业务类型选择退运 这个退免税状态 那如果我们还没有申请 就是我们还没有办理这个退税 还没有收到退税款 那这里就是选择未办理退免税 选择未办理退免税之后呢 下面这些信息 下面这些信息都不需要录入了 这个充结也不需要录入了 然后只是在退运数量 这个地方录入一个10台 录入个10 其他信息不需要录入 那如果是退免税状态 就是我们如果已经收到了这个出口退税的款了 退免税状态呢 就要选择已办理退免税 这个时候 因为退免税额就需要录入退运的10台 对应的免底退税额 然后业务处理方式呢 就选择充减 生产企业呢 都是选择的是充减 退免数量 录入的是 那个实际发生退运的数量 就是10 缴管数号码和补税额 补缴税额都不需要录入 然后点击保存就可以了 实际上我们录入这个发生退运 录入这个出口货物一补税 未退税证明是非常简单的 那如果企业发生修改报关单 或者撤销报关单 那也需要开具这个出口货物一补税 未退税证明 那么这个修改报关单和撤销报关单 它的这个方法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比如说就以修改报关单来举个例子 业务类型呢就选择修改报关单 然后退免税状态就是修改报关单的时候 还没有收到退税款 还没有发生退税 这个时候 退免税状态就选择未办的退免税 剩下的信息呢都不需要录入了 退运数量 退运数量当然也不需要录入 那我如果修改报关单的时候 已经收到了退税 已经收到这个退税款了 这个退免税状态呢 就需要选择 退免税状态就需要选择一半的退免税 这时候原退免税额呢 就是录入了这个报关单的 它这个全部的 这个报关单对应了 全部的这个免税退税额 然后业务处理方式 生产企业呢 通常是选择就是冲减 和这个退运的业务处理方式是一致的 退运数量就不需要录入了 然后点击保存就可以了 好 现在呢我们在这个 现在我们就在这个离歇板出口退税当中呢 给大家来详细的演示一下 在这个证明申报向导当中 出口货物一补税未退税证明申请表 点击增加 好 所属期批次序号这些都是系统默认的 编号是唯一的 也是系统自动生成的 相号是跟着编号来的 就从01开始的口岸代码比如说就是选择 北京官区把口岸名称自动带出出口 报关单号 那这里呢也有一个说明啊 就是这个18位的海关编号 加分割付0就输入输入一个0就可以了 然后加上比如说就是第一项散热风扇退回了10台 那么相号两位相号就是一两位相号就是录入01 结果凭证号不用管 税种就是增值税 业务类型呢就选择退运 退运数量是退了10台 退免税状态 如果发生退运的时候还没有收到退税款 就选择尚未申报退免税 然后剩下的这些项目都不需要录入了 直接点击保存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是我们发生退运的时候 我们已经收到了这个退税款了 那么退免税状态呢就选择以半率退免税 这个时候约退免税额就是退这个10台对应的免级退税额 比如说就是100 业务处理方式呢 因为生产企业呢通常就是选择这个冲减 业务处理方式选择冲减就可以了 然后剩下信息必须要录入了 直接点击保存 这个呢就是我们发生退运 然后办理出口后 以补税未退税证明的方法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如果是发生修改报关单 或者是撤销报关单 那我们再看一下哈 硬物类型呢就选择修改报关单 因为他俩都是修改报关单和撤销报关单 那这个操作方法是一样的 那就选择这个修改报关单 推运数量不需要录入 比如说是修改报关单的时候还没有申报退免税 就选择第一项 然后 然后以为退免税额这个是不需要录入的 就直接就是 硬物类型选为修改报关单 退运数量不需要录入 退免税状态 选择上未申报退免税 那么约退免税额 以及后边的这些项目都不需要录入 然后直接点击保存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修改报关单 是我们已经收到退税了 就是我们已经办理这个退税了 就选择已办理退免税 选择已办理退免税 然后原退免税额呢 这里就是录入的是 下面有个说明 如果选择修改报关单 或者是撤销报关单 本项贴写报关单对应的 全部免底退税额 而不是说像刚才是退免10个 就写那个10个对应的退免税额 然后这里呢 因为你是修改报关单 所以这里呢 就是贴写的是全部的这个退免税额 然后业务处理方式就选择充结 那不论你是这个修改报关单 或者是退运 修改报关单或者是退运 只要选择了一半退免税 就是一半退免税呢 这个如果是 就是说如果我们实际收到退税款 或者是呢 我们只是 只是说我没有收到退免税 但是我们已经申报了退免税 已经申报了退免 就是说我们这个所属期呢 已经 就是我们发生退运 或者是修改报关单的 我们发生退运 或者是发生修改报关单 或者是撤销报关单的 这个报关单呢 他呢所在的这个所属期已经申报了退税 不管这个申报退税 它是免底呢 还是说 那个发生 就是发生 不管它是免底呢 还是说是退运 就收到这个退税款 或者是没收到这个退税款 只要他已经申报了这个出口退免税了 就是这个业务类型 如果是退运 或者是修改报关单 或者是撤销报关单 就是我们发生退运的这个报关单 或者是我们需要修改 或撤销的这个报关单 只要他呢 只要他 已经那个 只要他已经申报了这个出口退税了 不管是他所在的所属期 是形成了应退税额 还说没有形成应退税额 只要他已经 只要他已经申报了这个出口退税了 那么我们这个退免税状态呢 都要选择一半的退免税 然后呢 业务处理方式呢 都要选择这个冲结 并不是说是我们收到这个退税款 就是我们这个月呢 假如说我们这个报关单 我们是在10月份 所属期已经申报这个出口退税了 那么这个2020年10月份 这个所属期呢 我们已经 税务局已经审核完成了 假如说这个2020年10月所属期呢 我们就是没有这个退税 我们只是免底 我们这个出口退税汇总表当中呢 只是免底没有退税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退免税状态 也是选择一半的退免税 然后业务处理方式也是选择冲结 并不代表说是我们就收到这个退税款了 我们就选择一半的退税 然后业务处理方式选择冲结 然后没收到退税款 就不选择这个一半的退税和冲结 他这个并不是按照这个一半的退免税和业务处理方式冲结 不是不是按照我们是否收到退税为标准呢 而是而是我们就是不是按照我们实际是否 不是按照我们是否实际收到那个退税为标准呢 而是以我们是否已经办理了这个出口退免税的申报 税务局呢是否已经给我们审核通过了这个出口退免税的申报为标准的 只要税务局给我们审核通过了这个出口退免税了 即使没有生成那个当期应退税额 那么我们这个业务处理业务处理方式也要选择冲结 退免税状态也要选择以办理退免税 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 那我们录入了出口货物移补税未退税之后呢 就直接点击保存 现在呢 再看一下 我们明细数据已经录入完成 现在呢就进行第二步的证明申请 证明申请实际上就是数据申报 好 点击证明申请 申成 点击申成申报数据 然后弹出这个对话框 确证申成申报数据 所属期呢 就是2020年11月 就是和我们的那个 和我们明细数据那个 刚才录入明细数据的所属期是一致 然后批次是003也是和我们录入明细数据 它的那个批次是一致的 那然后点击确认就会生成 也是会生成一个 也是会生成一个 XML格式的这么一个申报数据 然后我们在我们在勾选这个申报数据 点击数据字解 点击数据字解 对我们数据进行检查 然后通过数据字解之后呢 再勾选这个申报数据 点击证明申请 证明申请就是那个就是正式申报 就是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出口货物 以补税未退税证明申请呢 申报到税务局 税务局呢 再进行审核 同样也是可以通过勾选这个申报数据 点击打印报表下载 然后把我们这个以补税未退税证明申请表 那我们就是以PDF或者Excel的形式呢 下载到电脑当中进行打印 我们可以通过第三步申报结果查询 来查询税务局的审核状态 审核状态是审核成功 说明税务局呢 已经通过了我们的出口货物 以补税未退税证明申请表 通过了之后呢 就可以到证明申请 下载出口退免税证明 出口货物退运以补税 未退税证明开具 可以到这里呢 我们来 我们来下载这个 下载这个 出口货物以补税 未退税证明 好 点击出口货物退运以补税 未退税证明开具 点滴它之后呢 就可以下载 下载我们的这个 售物局审核 通过了这个出口货物 以补税未退税证明 然后拿这个证明呢 再到 再到海关呢 办理退运 就可以免掉那个 进口关税和进口增值税 我们办理完这个退运之后 需要在次月 就是需要在我们办理完 那个出口货物以补税 未退税证明的次月 就要进行红字的充解 红字充解的方法呢 就是在我们录入明细数据的 那个模块当中 红字充解方法就是在我们录入明细数据的 模块当中 那我们同样也是 在这个离谢版申报软件当中 给大家也试一下 就是说我们 形成这个充解 形成红字 我们必须是在申报 就是必须是在这个办理了 出口货物以补税 未退税证明申请的次月的这个增值税 次月的这个出口退税 出口退税申报 这个软件当中呢 一定要录入这个 红字充解的这个 一定要录入这个红字充解的信息 那红字充解的信息呢 就是在我们 手工录入明细数据的时候 手工录入出口货 明细数据的那个模块当中进行录入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离谢版申报软件当中呢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点击个增加 所属期 所属期应该是202012月 因为我们是在2020年11月办理的那个 出口货物一补税 未退运的那个证明申请 所以所属期是12月 续号自动生成 然后曝光单号 又是这个 18位的海关编号 加分割服务0 加上两位项号 因为两位项号01 因为是退运的是这个 退运的是这个第一项 散热风扇的10台 所以项号是01 出口发票号 那这个出口发票号呢 就是录入的是我们开具那个增值税 是录入的我们开具的这个销售的发票 就是我们出口开具的销售发票 那有些税务局呢 是要求使用的是增值税 普通发票来开具出口销售的这个发票 那比如说是三冬省呢 就是要求使用那个增值税 普通发票来开具 出口的销售发票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录入的是增值税普通发票 右上角的那个号码 那有些地区呢 就是没有强制要求使用增值税普通发票 而是说就是使用我们那个形式发票 全英文那个形式发票就可以了 那这时候就是录入的全英文的形式发票 上面的那个号码 那根据各地的要求来录入 总之是录入的是出口的 开具的这个出口销售的这个发票 出口日期 出口日期就是包关单上出口日期 而不是这个申报日期 是2020年10月23号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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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3号 那商品出口商品代码 出口商品代码呢 就是这里的商品编码8414 直接复制过来 然后出口商品名称自动生成 申报商品代码是不需要录入的 它只是这四种情况在需要录入 计量单位是根据出口商品代码就会自动代注 计量单位和征税率退税率 出口数量 那这时候就是录入的是我们的这个 嗯 红资退运的就是录入的我们这个实际发生退运的这个数量 应该是-10 约币币别就是包关单上的这个美元 约币离岸价 那这里呢 约币离岸价就是录入的是 发生退运的这个10台对应的价格 这个是FOB FOB价就是离岸价 那10台对应的就是1000 付的1000 元币汇率也不更改了 比如说就是6.86 人民币的美元汇率也是 这都自动生成了 这个时候业务类型代码 我们要选择退运冲结 这里还有红字冲结 这里我们要注意 不是选择红字冲结 而是选择退运冲结 红字冲结呢 是说是我们前面所属期的申报数据 如果是有发生错误 那么红字冲结 就是把整个这个 把整个这一条数据完全的 全部的冲结掉 然后再重新录入一个正确的 然后退运冲结呢 就是我们退运多少 然后就冲结多少 这里呢是选择退运冲结 好打勾点击确认 然后点击保存就可以了 如果当远还有其他的 如果当远还有其他的这个 明细的申报数据呢 我们也可以在继续就是在这个 出口 就是继续在这个界面下面呢 继续增加就可以了 这个红字冲结呢 就和当远的其他的申报的数据呢 一起来申报数据 来申报出口退税 好 这样子我们第二节就全部讲解完毕 大家如果有一些不明白的问题 可以在这个会计问小程序当中了 来提问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